大家好,爱吃瓜的瓜妹又又又和大家见面了 盼望着盼望着,放开后的第一个大型红毯,微博之夜终于来了 这部,开始前两天明星们就轮番发美照上热搜,搞得内娱热闹,非常 粉丝们当然也没闲着,连夜抢地盘,准备为偶像应援什么的,都是基本操作 可以说是一场娱乐盛宴,与此同时,也是一场大型的修罗场 然而事情后来的走向证明,这一切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不仅红毯直播没了,那场也是状况频出,各种尴尬不断 甚至有网友断言,这是史上最尴尬的微博之夜 往年最期待的女明星争其斗艳的红毯秀 今年取消了红毯走秀,不过晚会那场依然很搞笑 各种名场面层出不穷,让吃瓜群众看得叫一个惊心动魄 杨颖和黄晓明格一排就坐,黄晓明西装外套套在了李冰冰身上 85花排排做吃口香糖,杨蜜胡哥时隔十年在同台等等 当然这其中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应该就是TFBOYS三个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却互相避嫌 这几年三人基本是很少合体,就算是演唱会,三人也都是在各自城市里表演 今年是三人出道的第十年,对于团粉来说自然是无比期待三人还能同台同框 因此,这次微博之夜,许多粉丝也非常关注三人的动向 三人在官宣后就迅速成为热议对象,不过让不少粉丝不妙的是 三人虽然是同时官宣参加微博之夜,但是却并没有想要合体的意思,反而是分开发的 而一些单人粉也觉得如今三人都处于不同的赛道 已经各有各的事业了,在合体也没什么意义,甚至不少粉丝还为此争执不休 在三人成长的这几年,从原来的一致对外到如今,粉丝之间慢慢分化成了三股力量 团粉反而是越来越少,而且随着三人在不同领域各有进展 许多团粉似乎也明白三人合体的次数,肯定是越来越少的 尤其是三个人发展的巨大差异,导致粉丝不想让自家正主再捆绑 使得一些粉丝嘴账不断,例如易阳千玺,作为一个全能型艺人 不管是唱跳还是演戏,她都给粉丝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尤其是近两年在电影方面的成就,更是直接甩出同时期艺人几千里远 小小小年纪已经是百亿票房男主,其票房号召力 直接让易阳千玺在圈中的咖位得到了飞升 这次微博之夜的座位和官宣顺序,明显可以看出易阳千玺的咖位 当易阳千玺的宣传照和杨幂、刘亦菲、张艺谋这样的大咖放在同一页面时 我们就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易阳千玺和王俊凯还有王源已经不在一个档次了 易阳千玺凭借着少年的你,送你一朵小红花、满江红等电影的战绩 已经成为超一线男星 其实力和人气都不容小觑,也正是因为易阳千玺现在的成就 让他们三个人即使出席同样一场活动,却没有办法同框 本来三小只的粉丝们这些年,一直在盼望着这三人能够再度合体 圆粉丝的一个青春梦 毕竟这三个人是很多粉丝朋友们看着长大的 看着他们从懵懂无知到如今成为业内翘楚 成为独当一面的大明星 他们的成长历程也是粉丝们的青春岁月 好不容易听到三人同时出席一场活动的消息 本以为这三个人可以同框合体 留下一张珍贵的照片,圆一个梦 结果这三人不仅没有同台合影,甚至三个人连个招呼都没有打 结果却让粉丝们大失所望 两人不仅但没有一个热情的拥抱 甚至连个眼神的交流都没有 这是什么必美学 本来在座位安排上已经将易阳千玺和其他两小只隔开了 王俊凯和王源两人必屈二排 结果王俊凯不知道是为了避嫌还是为什么 竟然临时换了自己的座位 始终不愿意和王源比邻而坐 那排座位上就只有王源一个人黑脸坐在那里 看起来十分寂寥 很多人猜测王俊凯是不满意主办方的安排的座位 毕竟他现在的咖位也是王源无法比拟的 虽然没有易阳千玺那样的票房号召力 小凯的作品成绩也不容小觑 加上还录制了很多综艺节目 早就已经和王源拉开了差距 王源因为出国进修的原因 这些年作品比较少 关注度自然有些下降 在娱乐圈这个不进则退的名利场 王源好像已经被两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虽然坐次表没有无法让三人同框 但还有同台的机会 王源和王俊凯分别获得了 年度原创音乐人奖和年度关注电影人奖 在上台领奖时 小凯和王源也是一起 本来以为两人好不容易见面 一定会非常开心 肯定会在台上来一个久违的拥抱 结果却让粉丝们大失所望 两人不仅但没有一个热情的拥抱 甚至连个眼神的交流都没有 最好笑的是 同样在台上的还有周深 本来周深看到两人上台 已经挪好了位置 让两人可以合体 结果王俊凯一言不发 走到了周深旁边 用周深隔开了王源 两人全程别说事 拥抱说话 甚至连个眼神都没有给 这使得被夹在中间的周深非常尴尬 一会儿和这个说说话 一会儿和那个聊聊天 左右逢源还落了个没有眼力劲 更让粉丝们伤心的是 导播还搞事一样 专门将镜头给到了台下的易烊千玺 只见千玺看着台上的两人不卑不喜 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甚至连个鼓掌的动作都懒得做 看着当初一起奋斗 一起成长的三个人 如今形同陌路 很多粉丝都感到非常伤心 微博之夜 对于三小只的粉丝来说 最期待的就是三个人同台 结果三个人都对对方必如蛇蝎 在最后大合照环节 本来觉得这三人可以同框了 结果易烊千玺 却中途有失离开了 三个人就这样别扭着 有我没你 有你没他好不容易 坚持完整场活动 看着三人 明明谁也不想来 但迫于压力 不得不出席 被迫营业的样子 真的太难受了 三个人明明是一起长大 一起拥有过最快乐的时光 结果现在成为了见面后 连个招呼都不敢打的陌生人 未免太过讽刺 看到这样尴尬的一幕 吃瓜才终于明白 身在名利场 人都是会随着时间 和周围的环境而改变的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当你走向高处 而朋友还在原地的时候 你们之间的交流 就会越来越少 最后的结果 就是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 这就是人生的常态 也不必觉得遗憾 一起拥有过美好的岁月就行了 未来是怎样的 就走一步看一步吧 尽管三小之没同台很遗憾 但是丝毫不影响庞大的粉丝群体 因为三只那么久没有同台 所以粉丝一听到三只可能同台的消息 纷纷从全国各地赶往上海 庞大的粉丝团体 举起了一片城海 那场面简直不要太震撼啊 有网友说 见过明星他方把热搜干报的 没见过 一起出席活动 就能把热搜干报的 而且导播也是懂TFbooth 在王源和王俊凯上台说完的时候 把镜头给到了一阳千玺 这也算是一种同框了吧 米格迈提老师也很懂啊 在各自的领域里发光发热 我想这就是最好的同框了 一起加油 虽然因为一些原因不能同台 但是三小之都有在各自领域闪闪发光呀 还是韩玉那一句 你们内娱除了TFbooth还有什么 只能说帝国永远是帝国 不过也有很多粉丝们表示 三小之之所以不同台 不活动 因为三人工作的原因 有些商务资源存在竞争关系 公司要求三个人不可以同台 要知道 按照三小之现在的身价 三人同框恐怕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而微博之夜也没资格让三人同框 据粉丝透露 三个人私下的关系还是非常好的 小凯和王源还是同乘一辆车进的会场 只是进场后为了避嫌才没有多接触 活动结束后 三个人还一起小聚了一下 一阳千洗澡就在饭店里等着他们俩了 所以有时候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好的友谊也不一定都需要在人前展示出来 关系好坏也轮不到别人来插嘴 他们从小长大的感情 又怎么会因为一些莫须有的事情而闹掰呢? 理性吃瓜 祝愿三小只友谊第九天长